在新加坡的一所小学里,老师在地上捡起一位学生丢在地上的草纸,发现上面是这个学生的乱写乱话和一串他根本看不懂的公式,1加1等于1,2加1等于1,3加4等于1,5加7等于1,6加18等于1,这根本不符合数学逻辑的计算公式引起了老师的好奇,老师就把这个交给了校长, 校长看过以后很重视,并和老师商量如何鼓励这个孩子,并搞懂这个公式的意思,他们把这位学生叫来说,说你特别棒,看到你画了这么好的画,怎么轻易就把它丢掉了,你应该每次画的都交给老师,老师帮你把你的作品收藏起来,看看你将来到底能画出多少漂亮的作品,于是这个学生就特别的高兴,校长又问他说, 说另外我在你的草纸上,看到你写的计算公式,哎呀,这个给我们难住了,这道题对我们来说太难了,我们都无法知道这个数字的意义,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开谜底,特别感谢你,能把你的答案和我们分享一下吗? 于是这个孩子就非常爽快,开心自豪的公布到答案,一里加一里等于一公里,两个月加一个月等于一个季度,三天加四天等于一周,五个月加七个月等于一年,六小时加十八小时等于一天,老师和校长为这位学生由衷的想起了掌声,老师和校长没有轻易的去否定一个孩子,从而没有抹杀孩子不为人知的正确, 现在看来,在孩子成长的世界里,潜藏着很多我们成人无法读懂的正确,那超乎寻常的潜能被所谓的智气和天真掩藏着,等待着我们去为他们开启和挖掘,那便是一个孩子与众不同的未来,在智慧和知识的海洋里,和孩子比起来,我们也尚存太多的无知,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抹杀未来的天才,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,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,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是生命成长的启蒙者和引领成长的使者,在未知的世界,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,我们只是帮他们开启了大门,我们永远无法知道,我们的孩子未来是否会超过我们,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能力去限制孩子,那是对孩子的抹杀, 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和开启,而绝非限制和关闭,教育是不断地承认我们的不足,而绝非对学生一味地否定,西方有谚语,不要轻易地去否定,说不定你否定的是未来的爱因斯坦。 真心的感谢您转发本期作品,让更多的人受益,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,感恩您是传递美好的使者,如果您觉得曾先生的系列作品,您喜欢,点赞加关注,从此咱们不见不散。 MING PAO TORONTO